常常的火車轟轟轟轟轟 在铁轨上奔驰而过 这样的声音靠近铁轨的竹连寺 跟南门地区都听得很清楚 以前这里又叫做黑金丁 原因就跟火车的煤炭 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初一天当中 我们的火车要开会成油 油箱开始冒黑烟 火车就会开会成了很多 我们这边是拼了这些触定 金金 所以大家都说黑金丁 黑金丁就是那个火车 开会成了触定的 其实这是一种偶返 如果我们叫1930年的国 这个火车 这个火车头 包括所有的车 都是黑色的 日本人把黑的铁 叫做黑金 因为在我们的火车头 后边这个社区 大部分都是属于 火车头的黑铁 所以这些行政副业 就叫做黑金丁 根据温文龙老师的介绍 才让人了解黑金丁的历史由来 不过除了名字有趣 附近还有很多发展 颇具历史的文化产业 最知名的就是风已吹来 铁柜旁就会出现浓烈香气 那周边有特别有趣的 比如说丸竹 什么是丸竹 丸竹是它是做这一个 我们叫满民的这种 一种粉 那它可以 它其实以前在化妆品 没有那么盛行的年代 其实它是女性用来做保养最重要的圣品 那现在做这样的东西的店家很少 那在新竹你到丸竹 老板娘会很有趣 会依你不同的夫子 推荐你不同的商品 那另外呢 到旧城区来 一定要去品尝我们的一些美食 比如说丰谷的油饭 新竹的人只要生了孩子 做满月之后 送给朋友最佳的礼物 就是我们丰谷油饭 新竹市近年来 积极想要发展观光活动 希望把地方的历史文化 产业文化都包装成小旅行的模式 让外地来访的游客 可以细细品味 新竹市独树一格的文化 希望跟大家 透过这样子的围旅行 将我们在地的这一些古迹 还有我们在地的百年小吃 还有很多很多 将近有百年历史的老店 介绍给很多外地的朋友 大家一起来认识 新竹市承销处指出 除了靠近铁路的南门路线以外 还有东西北三条不同的路线 也很欢迎民众报名参加 因为新竹市的故事很多 只等待民众前来体验一场精彩 而且富有文化的知性之旅 开播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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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